大家好,我是Souanne 如果沒有意外,今天應該是最後一條影片在這個場景拍了 因為我還有幾天就搬屋了 所以今天一定會跟大家拍了這條Empties 這次又存了很多東西,我們事不宜遲馬上開始說 跟上次一樣,拿到哪一件就說哪一件,不然我真的拍到7點也拍不完 第一樣是暗瘡貼 這個之前還可以飛韓國,我之前叫韓國同事幫我補貨的時候買過 這個是我用過最薄最隱形的暗瘡貼 吸濃的程度都可以的,但如果有很大的暗瘡 可能它就要吸兩三次才吸得完 它有兩塊貼著豆豆貼,可以左右撕開它 就不會那麼容易弄到豆豆貼很硬 這個是Glowrigen,如果大家有追蹤我的IG 都知道我吃了一段時間 其實它對我來說最大的功效是會令皮膚穩定一點 即是關口罩瘡的情況就會大大減少 不是完全不關,像我現在下巴前後都會關一兩顆 它是一個比較強力的NAD Plus 令人體的新陳代謝快一點 每一天活動的時間就會精神一點 還有消耗的東西多一點 假設晚上就會睡得好一點 我通常只吃完早餐或第一餐後就會吃一顆或兩顆 這個應該是Look Fantastic購買的護髮膜 其實它的效果是不錯的 它是TG出的Bed Head護髮膜 但它的香料實在太重了 所以這個我不推介 因為它的香料味 是令到皮膚對香料很嚴重的敏感 因為我現在是用光了 但打開蓋子還很明顯嗅到那種味道 這個是平時在超市場也有得買的韓國牌子 叫做Mince Insin 它是沒有什麼用的 雖然它的價錢很便宜 但我用完之後就覺得是完全沒有感覺的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不用買了 這個瘦口水 日常用它其實是有副狀 會令牙蓋容易黃 我覺得它的殺菌能力非常好 如果你有牙肉種 康菲之那些 用它就一流了 另外是這個Dolf BioSelection 的系列叫做透明 即使保濕洗髮露 如果你本身頭皮比較乾 或者敏感 用這一枝也不錯 它的清潔效果是OK 亦很溫和 但如果你頭髮很油 很容易撻 建議你不要天天使用 我通常會隔著深層清潔 或者隔著去油的去用 Pantene 3 Minute Miracle 以這麼便宜的價錢 和這麼容易買的情況下 我覺得它也不錯 但你說是否會有很強大鎖色 或者令到你的頭髮很滑 然後改善髮質那種 我覺得它做不到 但基本日常用的話 我就覺得OK 而且真的很便宜 Body Shop的這個Shower Gel 它的性格比也挺高 一來它洗完之後 皮膚不會特別乾 而且它有很多味道選擇 那你又不用一大股買回來 而且它的香味也是很棒 也會長在身上多久 這個我不肯定它的法文讀法 但是不是Yves Hoche 大家不會太熟悉 這個Antipolution 和Purifying Shampoo 都是很好用的 這個Purifying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深層清潔 另外我現在天天使用 那支Antipolution 其實那支可以天天使用 但這個就不建議 用蜜蜜蜜蜜蜜 很油很油 如果不是過度清潔 都會令你頭皮再出油 它一支大概是7-80元 真的不是特別便宜 如果以這個尺寸 但我真的會保持回購 因為用完它之後 我頭皮沒有再敏感 而且真的沒有那麼容易發臭 出油 那些 這個是Ritual的櫻花系列的洗澡泡 這個我覺得是OK 因為它這個櫻花系列都很香 而且它有很多尺寸去選擇 如果你想試了它的味道 才選擇大尺寸 這個品牌的性格比真的高到不能再高 所以我是極度建議大家一定要去逛逛 而且它的蜜蜜超棒 Derma 360 Gentle Cleanser 我和朱仔都會一起用 它主要是火濕疹 或者是BB皮膚 很敏感的皮膚 做到一些很溫和的清潔 這個是Lush的York Nook 是黃色的這支shower gel 這個味道上我真的覺得很一般 金色的黏黏黏的感覺 這個我自己就不會再回購了 Philosophy的Nature & Jar 這個Body Lotion 這個其實也蠻好用的 它也很溫和很滋潤 不會太黏 但我不是很喜歡Body Lotion 是用這種倒出來的包裝 因為它會很難倒出來 Bio Derma 不多說了 每次大家問我有什麼 社裝產品推介 我筆外乎都是 港包Derma 或者Befesta 這個也是終極 用了這麼多年 都是繼續用它 這個是女的洗頭水 專門針對脫髮 或者是強韌頭髮 我之前和他們做過一條合作片 它確實是蠻好用 而且它那個人心的味道 也是很舒緩 這個是香港本土品牌 Stairytale 一些急救的精華 是那些鞍瓶 就有很多小小的 但我扔了一些瓶 它總共有10支 每一支可以開封之後 用7天一些保濕 抗衰老 急救型的一些精華 我不是很肯定它的價錢 但我知道它這個品牌的東西 其實全部價錢 都不是特別便宜的 也真的蠻好用 但你問我和一般的 其他大支妝的那些 保濕精華 或者急救精華 是不是有很大分別呢 那我又覺得不是 我一次過用這麼多支 真的覺得自己皮膚 可能保濕滋量打滿的程度 但是其他東西做不做到這個功效呢 它是可以有其他產品去取代的 Shiseido的一個cleansing foam 這個我真的要特別說 我真的很少會很不喜歡一支洗臉泡 但這個是其中一支 首先它香料味道超級重 二來就是它洗完之後 有一種不太乾淨的感覺 但是你又會覺得自己皮膚 是有一點點刺激感的 而且它是說可以卸妝的 我真的試過拿它來卸妝 當然就不太卸得到 因為你再用洗臉水抹 其實它也是在這裡 所以後來我很多時候都會丟掉給阿波用 SERITEL還有一支 他們很有名的這個WONDER MASK 這個是B5和植物碎取的面膜 這個也是主打 甚至舒緩燒暗瘡 洗臉後用完敷30分鐘 真的不錯的 其實它全部都好 它真的只是貴了一點 但它的剪裁和效果都是很明顯看到的 然後這個是性價比超高的肌炎面膜 是一條我最近很喜歡用的面膜片 都介紹過的 好像大概都是去年冬天的事 超級抵抗用 它主要是做到一個深層的保濕 為什麼說它深層 因為它是很潔潔的 它敷的時候可以敷很久 因為它絕對不會變乾 而且洗完它之後 你的臉是真的滑滑滑滑 會有一種重生的感覺 這是Tatcha Dury Serum 之前拍過一條影片 是專門講精華的 如果大家未看就請去看看 這個有講過詳細的用口感 我覺得整體來說 它真的做到皮膚光澤一點 還有飽滿一點的效果 即使用完之後 會覺得自己皮膚的光澤感提升 然後會覺得好像沒有那麼暗啞 而且保濕度也做得很好 所以這個系列我自己都挺推薦的 找到一支剛才說過的Eve Rocher的深層清潔洗頭水 那我就真的會扣過很多支 這個第二支 是Lush的Shower Gel 它是Prince Charming的這個系列 這些紅色會染到我的肉乾 是有一塊塊的紅色的質 因為我的肉乾就不是全平滑 它會有些紋路在這裡 我自己就不是太喜歡這個 是Simple的Skin Crunch Sleeping Cream 性格比超級高的一個 我們當它是Sleeping Mask或者是晚霜用的 很單純的保濕成份 但它唯一的缺點就是 這一種純保濕的面霜 即它不會有平時其他有油份的保濕面霜 那個續航的感覺 另外也是Simple同一個系列的 這個是Gel Cream 這是入口用的 剛才那隻就是晚上用的 我自己就覺得這個入口用是超棒 特別是夏天戴口罩的天氣 是超級清爽和做到保濕的效果 是很辛苦才用完的 這是大硬妝的Fresh Rose Mask 它們的面霜其實真的不錯 夏天之後我就放它在冰箱裡 還有一點給大家看看它的質地 它是這一種啡色的質地 我用了手也不要浪費 我自己就覺得它 如果你說真的做到保濕來說 它也挺夠力的 如果你本身也挺喜歡一些珍珍珠的玫瑰味 我覺得這個也是真的好適合 然後這個是Fanko的Aqua Hydrating Pack 主打是保濕家去角色 你可以當它是睡眉膜用的 睡眉膜來說 我覺得它始終有點黏 黏頭髮、黏枕頭 所以我不太喜歡當它是睡眉膜 但我都會把它敷在臉上很久才洗的 可能早點洗澡洗頭髮 就會敷完到真的淋漫之前才洗 我覺得它那個去角色的感覺是有的 因為洗完它之後 除了會覺得保濕了之後 都會覺得自己皮膚是滑了 而且沒有那麼暗牙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產品是OK的 SUM37的神仙水 講過很多次了 它不是SKII神仙水的功效 它是主打一些保濕、滋潤、陣靜 令皮膚的感覺很棒 冷的時候你塗完它 都真的可以不用再塗其他產品 很全面的 但除了去角質 令皮膚的光澤感提升 或者令皮膚止摩殼雞蛋 那些SKII做到的功能 我又覺得它不是好做到的 但如果你真的想找一支 保濕、抗氧、全方位的精華水 我覺得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雪花瘦人心抗炎精華 說真的雪花瘦的產品 我不是說很多都喜歡 但這個其中一個是我很喜歡的產品 因為好像潤醋精華 其實我有些情況下用它 會覺得有點太黏 但這個精華是很輕身的 它很容易吸收 不是很黏那種 它比較討好 而且它真的有一個很實用的功效 它的功效就是 令皮膚的炎症 真的會去得快一點 即使你生暗瘡 用它之後也不會再爆得嚴重一點 或者是給營養 令它黏了線 我找了另外一支Glorigen 所以是真的保持有食 無印的化妝棉袋 我都無印的化妝棉 真的又好用又便宜 都容易買到 這個就沒什麼特別多說 另外一個也是剛才 SUM37的精華水 它是噴霧妝來的 它跟本身的質地好像有一點不同 我覺得那個是稍微厚一點 但這個就是薄一點的 SUPERKEY的護髮膜 這個包裝叫做草本封形修復精華 是廢到白痕 女的護髮膜 這個可以的 這個真的做到令頭髮純滑了 還有也是有幫助 令你頭髮強引減少掉髮的 是真的做到這個效果 因為我媽媽自己也有用它 也是覺得是可以的 LANKUM的這個 小光瓶 是吧 總之是這個 很紅的這個 挺喜歡的 因為我看過台灣的blogger 有些人說用它之後會生粒粒 會爆得很厲害 但我自己用它就沒有這個情況 反而我用它之後 明顯覺得皮膚的光澤感 是提升了很多 因為裡面是有酸性成分的 但我自己反而覺得它也挺剛剛好 你說去角質來說 它就不會去到很刺激 但保濕度它也OK 它做到精華水的步驟 應該要有的 你說它是否去到精華的保濕 當然不是 我覺得它兩樣東西的平衡 在我心目中是不錯的 都是SUMP37的 這個是保濕面膜 這個就是普通的保濕面膜 沒有什麼特別 不是很喜歡 很想再回頭 還有使用感受 我覺得沒有新鮮過這麼好的 是EXUVIANCE的 Purifying Clay Mask 是我喜歡用了很多年的 深層清潔面膜 這個你看到我都知道 這樣變成就知道了 我很喜歡它的清潔完 又不是很乾 然後又可以燒到 那些粒粒 沒有那麼紅的效果 連續敷它幾天 然後再加一些保濕面膜 隔開它 讓營養不會過剩 不會爆得更厲害 還有做到消炎的效果 這個真的很好用 然後也是EXUVIANCE的 這個 Intensive Eye Treatment Mask 我印象中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因為它是敷眼 完全不覺得敷完之後 除了保濕之外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功效 好像是沒有的 Caudalie的這個保濕精華 在精華的影片裡都詳細介紹過的 都算是一個我很喜歡很喜歡的 保濕精華 我喜歡這個新版本 也有一個舊版本 春夏用的質地很適合 吸收得很好 這個很棒 MTM的這個 Person Blancer Micro Foaming Cleanser 終於用到MTM新包裝的產品 因為我之前一直在用它 舊包裝的都還沒用完 這個我覺得在洗臉的產品來說 其實真的OK的 它不是起很多泡那種 如果皮膚很怕起泡的清潔產品 這個都很適合你 這個我又覺得 不是一定用這個價錢去買它的Cleancer 不過最近用它一支保濕的精華水 我就覺得是很好用 這個Jerlick的Jasmine Hand Cream 這個好像是之前 Times Square有很多Coupon 我用了Coupon即分再去買 這個我覺得它的滋潤感不錯 但你說香港的夏天用它就比較黏 所以我通常都放它在房間 晚上睡覺之前 我就覺得是OK的 而且我本身是很喜歡Jasmine的 所以基本上如果一件事 它的選擇是有Jasmine和Rose 我一定是選Jasmine的 這個是Avaine的Toning Lotion 都是一些普通很柔軟的 在敏感的時候 才能感受到它有什麼功能 平時覺得它是沒有功能的 一支保濕的化妝水 完 Clarance的SOS Pure Pack 這個是我大肚的時候也有介紹過 其實我大肚的時候 都用了很多Clarance的護膚品 因為它是比較溫和 而且它的成分也適合大肚保用 這個我覺得它的清潔功能 真的不算強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乾很乾的皮膚 你用它就會覺得是正 但如果你本身是油性皮膚 或者你找到一些很強烈清潔的產品 我覺得這個就不太適合你了 MTM的Custom Blender Calming Emulsion 這個由舊包裝用過新包裝 我的感覺都是對於敏感的情況下 是很有感覺的 但你日常用它 都是覺得它是可有可無一支 不過不失的產品 所以如果用這個價錢去買它 我就未必會選 Amplar的防曬 這個在防曬片裡也說了 如果大家未看就可以去看看 都是我人生其中一支最喜歡的防曬 化學性和它是人婦都可以用的 這個也是精華片裡說過的 Simple Hydrating Booster 性價比極高的一支保濕 類似精華類型的產品 塗完之後需要塗面霜的 純保濕功效 如果你想用一支便宜的產品 這個也可以試一下 Caudalie的另外一支 這個是雪巴系列的麵霜 這個我也很喜歡 特別是夏天的時候用它 日頭 冬天日頭其實我覺得都可以的 總之日頭不是晚上 要一些很厚身的保濕的霜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的 它的質地是介乎 Elusion和Lotion之間的雪巴質地 既然翻用的清潔粉 即是日本很喜歡一粒粒毒 包裝的 很多年前已經開始有的那種 這個也很棒 我記得之前也有想過拍一條開架的護膚品片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榜上有名的 用完之後你覺得臉很乾淨 但是不乾 這個很難做到平衡 但是它就做到 這個是on the body的磨砂的洗澡產品 它是深層清潔的沐浴露 不能日日用 但味道是很香 它是有伏手甘的味道 Shantakale的之前精華片都有提及過 我陸續續的那條片講的精華 最近都用完了 這個也是敏感的時候才會明白它的精華 而且它去到這個價錢 我覺得不是很推介 這個首先就是我不會再去回購的一支精華 而且它的啫喱質地又不是很討好 保濕度不是很強 但它真的很貴 所以我真的不會買 這個是以前都經常說的 MTM的Custom Blended Harmonious Cream 我還未開始用它新包裝 但舊包裝這一支 一直都很喜歡 尤其是秋冬用 超棒 然後有兩顆蠟燭 一個是Clarance Tonic的蠟燭 它這個味道是比較輕 要你在房間點著 用蠟燈是完全不會聞到它的味道 這個就是真的要點起它才會聞到味道 而且它的空間是很細才會聞到的 所以這個不是特別推薦 另外就是MILUM的Perfect Night Sleep 這個我已經回頭了它的大尺寸 這個也用融蠟燈捏 沒有什麼味 用火去捏 其實就是很舒服 那個也是令到房間的感覺 我現在可以去睡了 Fresh的Black Tea Mask 這個之前也在面膜的影片說過 我覺得平日沒有光用它 你不會很大感受 但如果你當天覺得自己的臉真的 不知想怎樣,有鞋滑滑,臉又很暗,又覺得有點乾 總之你覺得皮膚不好,用它真的會有一種覺得有點重身的感覺 特別是它的感覺是涼滑滑,很舒服 洗完臉後,真的會覺得它有幹紅的感覺 這個是Polar的Body Cream,我就是拿來當它是Hand Cream 就覺得它OK的,但沒有什麼特別 也不覺得自己會記得再回購它 接著就是Shantakel的Bio Lifting Serum 也是在精華一條影片說過的 大家想看所有精華的詳細容效感,都可以去那條影片看 這個真的有滋潤感,會令臉有知道自己在用抗水腦精華的感覺 因為它是比較厚的,我覺得都OK,但它真的太貴了 快拍完了,太大層,所以我受不了洗手,已經沒有電了 好,繼續 Hair Ritual by Sisley,是Cisley的一個新的專做頭髮的Line 它就是Revitalizing Follimizing Shampoo 它就是一些很貴,很Luxurious的洗髮產品 所以它裡面是有些很漂亮的成分 但你說是否做到Follimizing的效果呢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我用完這支小的之後,我都不會去回購了 另外就是它的Restructuring Conditioner 都是它和我各系列的,都用了一些很漂亮的成分 這個護髮我反而覺得是不錯 它真的在護髮素來說,它是做到焗油和精華的吸素 Dermacept的Lift的潤唇膏Lip Essence 這個我就覺得很好用 而且它也是容易買的,性價比我來說也是挺高 因為它都用了很久的 然後這個是Kate的Lash Formal 單用它,我覺得用在上個睫毛的力量不夠 我也是會選擇Dolly Ring或者Kiss Me那些 然後就用了兩支眉筆,都是Benefit的 這個是Benefit的Brow Contour Pro 我很喜歡它裡面有一個顏色,叫做DEEPER SHAKE 它還有一個Highlighter和Definer 兩個我覺得都沒有什麼特別功效 我覺得不如買它這個眉筆就中實用吧 因為我都很少會用到那些Highlight的功能 Crecisely My Brow,這個用過很多枝 這個也是我另外一支用完 我覺得它是超級正的,如果你畫眉一點都不厲害的人 用它就很適合了 因為它可以很仔細地描繪不同位置的一些洞 效果就會很好的 然後是另外一支就是Benefit的Brow Styler 這個我記得之前都覺得是不錯的 但它這一種這麼粗的筆 其實就比較不適合新手用的 因為它是斜角很粗的那種筆 它後面的眉粉是蠻好用的 還沒啊,原來我的眉粉還沒用完的 這個我可以留下只用眉粉的部分 但我覺得它筆的部分是不太適合新手 但如果你本身已經是有用過它們的產品 我覺得這個也是值得試的 因為它有眉粉和眉不易合一 突然看到的Lancum小黑瓶 這個也是在精華片講過的 如果大家未看精華片,求大家去看吧 除了有酒精之外 我覺得它其他方面都沒有什麼特別缺點 它都做到一個很初步抗衰老的效果 如果你人身從來沒用過任何抗衰老的精華 我覺得你都可以試試用這支入手 是Bobbi Brown的,它都是小小的扭出來的 我印象中它是斷了,所以我才用完 它不是真的我用完 所以這個很容易斷,我就不太推薦了 Fresh Soya Face Cleanser 我記得很多人稱它很好用的 但我一點都不喜歡 因為洗完它之後好像在洗鼻涕 又是一種洗也洗不乾的感覺 即是洗也洗不乾淨的感覺 所以這個我真的一般的 然後這個是Excel的眉筆 我本來就比較少用 我忘了為什麼了 好像是因為我覺得它的著色到現在 我經常都覺得不是很夠 我就覺得很難很快地出門口 但如果你本身是一個滑眉新手 或者你滑過一些很淡色的眉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 因為我近年已經是越來越 比較喜歡一些存在感重一點的眉毛 你也是喜歡日系妝用很簡單很清的妝 那你就可以選這一支 哎呦,我突然間找到 好,這個就是我剛才跟大家說的 那個小星層的那支精華的包裝 我不是說它有10支 它每一支是這樣的 剛才就是沒有了包裝 現在就補回給大家看 然後這個是Shantakel的 Antipollution的Mattifying Cream 阿波很喜歡的這支 它除了這一支之外 它還很喜歡Caudalie的 那個深粉紅色牙膏妝的 那支Mattifying Cream 即是那些比較控油 又做到簡單保濕的那些 他就很喜歡 這個他都說覺得很好用 我想應該是那些很清爽 吸收得很快 但是沒有令到它三粒瘡 那些他就會很喜歡 E-Froche的一個 Repairing 2-in-1的Balm Mask 是一個護髮膜 這個就是真心肺 很多年沒有說過的Clinic Take the Day Off的眼唇卸妝液 這個也是好用的 現在用的還是好用的 潤唇膏 萬瘦雷敦 珍珠奶茶味的水膏 這個是我自己走進 不知道時間經過Watson's買的 對了 有一點點奶茶味 這個系列我一向都很喜歡 它是很綿綿綿綿 塗完之後嘴很滋潤 又不會太黏的 Clocetin的這個 Ultra Rich Lip Balm 西高的時候明明覺得這支很好用 現在大了用就覺得一般本 Fresh的Sugar Strawberry Exfoliating Face Wash 這個是一個去角質 好像它黃塘面膜那些類型的東西 不過它是草莓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也OK的 但我就不會每天用 都是可能隔幾天用一次 當它是一個輕度去角質的效果 CLEO的Q Lash 這個之前也介紹過 它的頭超級幼 如果大家沒聽我說過 它是這些超幼細的頭 超適合用來塗上下眼睫毛 而且它也做到筋筋分明 是一個超幼細的效果 Esplor的這個金色Pushion 這個應該都聽我說 聽到爛的了 是一個非常之好用 很適合香港的秋冬 韓國的秋冬 可能是韓國的春夏 我不知道 韓國的春夏已經很多年沒有去過 這個真的很好用 我有機會都應該會回購 它是陪伴了我去年 只不過現在裡面真的沒有了 我兩顆心好像都用完了 好多謝大家收看這條影片 還有聽我說了這麼久 如果大家也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按LIKE我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nstagram 還有按鈴鐺 我下次出片就收到第一時間的通知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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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